歡迎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有燦爛時光 還有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 以及公民行動營紀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10點 在中正大學經濟網絡電台 你可以聽得到我們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上面 會有我們的節目的直播 之後會在公庫的網站 會有完整的節目的播出 我想這個在上禮拜是總統大選 不是總統大選 在九合一的選舉 這九合一的選舉 基本上來講很多人 我想可能看到得票的結果 讓人家覺得非常有意識的地方 就是民進黨大勝 而且原本一些以為不會勝的區域 其實都是遙遙領先 有人說這是一個公民崛起 或者是一個所謂太陽花世代的某種的勝利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我們怎麼去看這樣的一種投票趨向 以及投票之後 我們的人民 我們的民眾還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比投票更重要的一些事情 今天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的秘書長邱宇琳 來一起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宇琳您好 關老師好 大家好 我們一開始要先來跟你談一下 就是有關選舉的結果 簡單來請你講一下好了 你怎麼去看這一次選舉的結果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 某種程度上面 大家都覺得是民進黨大勝 那當然在這個投票的這種所謂的次上面 或者是在這個得票數上面 的確比以往還要高 那你怎麼去看這樣一個結果 它反映了什麼 我覺得大概蠻多人都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它反映的是一個人民的很強烈的不滿 就是說對於既有的執政者 其實是有很強的欲望要他們下台的 那這個很明確的反映在 就是所有的這個 主要的這個五等選舉的上面 然後也包括說其他縣市也大部分是這樣 那但是我們必須要問的可能是說 就看起來好像就是很多這個縣市的藍天變綠地 可是民進黨真的就是眾望所歸嗎 或者說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人民的這個想要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或者說一個他們就是我們的願景是不是一致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是需要再去觀察的 那其實我會看到的是說好像那個結果是 就是好像大家為了要去呈現那個不滿 要把現在的執政黨拉下來 所以其實很多的票數其實就是集中到民進黨的身上 那希望說這個執政版圖可以有改變 可是其實相對而言就是剛剛老師有講到說一些新年世代 或者說一些這個318之後 其實這一次選舉很特別的地方是有很多年輕人出來參選 那其實不少人都是因為這個318的這個收合版 黑箱服帽的時候出來的一些年輕人 可是相對而言這些人其實這些小黨 不管是什麼樹黨啊或者是綠黨啊還是什麼 就是我們看到有很多什麼資金側翼等等這些 其實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的票數其實並沒有原來的想像那麼好 那這些人為什麼這麼熱情的出來參選 可是卻沒有辦法當選呢 其實這個可能還是跟我們基本的一些選舉的一些文化 或者說很多人還是覺得說知名度低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誰 或者是說大家可能其實會擔心說 我把票都給了這個知名度這麼低的小的黨 那是不是變成是一個廢票或者是浪費了 那還不如投給這個比較有把握的就是比較大的這個民進黨 那才有辦法真的可以把這個執政黨拉下來 所以我覺得感覺上其實呈現的其實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可是我們自己會覺得說如果說真的所謂的公民意識真的有覺醒或抬頭啦 其實我們應該要跳脫就是說當然投票是很重要 出來投票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可是如果我們只停留在說我們就只當投票日那一天的國家的主人 我們就只覺醒在那一天 那其實是不是很足夠的 因為大家就可以看到說過去這幾年來為什麼人民這麼的不滿 這麼的憤怒 其實就是因為某個程度上我們的代議制度其實出了問題 我們選出來的這些人其實並沒有真的在代表我們的民意 他們聽的其實是他們的政黨的口號的命令 然後他們聽的可能是他們跟地方派系之間的一些利益的 就是巧好的一些東西 而不是真的站在人民的立場去幫我們去監督或者說去看緊我們的荷包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真的是選候 就是如果真的公民有所謂的覺醒的話 那選候才是每個人 其實還是要持續的去監督你選出來的那個人 他到底為我們做了什麼 他到底在講哪些話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會更重要 因為選候他們接下來就是真正的執政黨 那在各個地方的縣市裡面 其實很多東西很多的政策都是攸關每個人的 就是跟民生跟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其實是很相關的很多事情 所以就是對啊 後續的這一塊其實持續的去監督 或者說每個選民持續的去 甚至更積極的去參與關心一些公共的事務其實是更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蠻好玩 我們從小到大我們的教科書都不斷的強調所謂的選賢語人 可是在我自己觀察這台灣的選舉這十二十年來 其實我一直覺得它是一種所謂的負面式的選舉 或者負面式的選舉 這負面式的選舉並不是說 這個所謂的候選人在台上互相的吊銷 或是互借倉巴這種比較負面的這種 所謂抹黑或者是惡意重商的選舉 而是我們在投票的時候是一種否定 但是否定其實我覺得有反應在這個選舉當中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原本有一些支持泛藍的群眾 他因為可能想要給馬英九一個教訓 或是給這個泛藍讓他們都痛丁失痛 那他就乾脆不出來投票了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他就是很討厭這個現有的執政黨 所以他把票去投給所謂的反對黨 可是他未必會真的認為反對黨 他是能夠去支持他們 或者是說這個反對黨 他其實會有一個這種所謂的新的這種氣象 因為他可能選民可能連他們的政經是什麼也未必會知道 所以我常開玩笑說這常叫做所謂的房子討厭的人當選 他的投票是為了房子討厭的人當選 我不曉得在這次的選舉當中 為什麼其實這一次已經有很多的這種所謂的小黨出來了 可是這個投票的行為其實還是沒有辦法跳脫藍綠呢 是因為我們對於所謂的未來 或是我們真的在所謂的公民意識上面 那種獨立思考的能力 或是獨立自主能力真的還是不夠嗎 還是我們其實已經陷入到這個所謂藍綠版的這種框架當中 很難很難的去跳脫呢 我覺得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選舉制度本身的問題 就是說他本來就不利於小黨的參政 那這個是制度上就是選民其實也會有自己的一些利益考量 他會覺得擔心說我票投下去變成是浪費 那第二個部分是選民的文化這個東西 其實本來也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 過去長久以來 如果我們的選舉都是靠著這種要同情啊 然後這個就是哀兵政策啊 每次都是搶救啊 而不是去談一些實質的政見的時候 那其實他某個程度上也是不斷的在弱化選民的 怎麼講的選擇能力或者說判斷能力啊 就是說我們就變成好像說大部分的人只能夠 他就會覺得說好像每次依據的標準都是這些東西 沒有別的 對然後這個我們的政見的 對候選人也會覺得說他的政見 就是到底做得好不好 發表在哪些地方其實好像也不是很重要 然後那個選舉公表也是我們中選會的那個網站也是做的 就是不是一個很親切的網站嘛 那所以好像大家都會覺得政見看起來好像大同小異 也看不出來那個差別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會不斷的會讓選民會覺得說 政見本身好像就不是真正他去做那個決定的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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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的因素 那可是他的確是很 就是說如果我們真的希望說未來我們可以真正的選嫌與能的話 其實就是這裡面有很多東西都需要被改變的 包括選舉制度 然後包括說我們怎麼樣去更能夠去凸顯 這候選人的政見 能夠用更多的方式讓更多的選民可以更容易的去看到這些政見 然後更去理解這些政見 對啊我覺得可能必須 就是如果國民黨跟民進黨也認為這樣的一個選舉文化其實可能是 我覺得他們可能不會覺得不利於他們 他們可能覺得這個反而對他們來講是很容易的 因為他們已經長年都這樣操作啦 可是如果是小黨 就是說這樣的東西其實是需要挑戰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能 就是說這一次的小黨我覺得可能 就是一部分好像也是說力量有點太分散了 然後我覺得再來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反對一些既有的選舉的文化操作的方式 可是我們希望的那樣的一個選舉的新的一種操作模式 怎麼樣可以讓更多人也可以理解 或者說可以接觸到更多人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說這些這一次新出來參選的這些小黨 就是可能要再去思考 就是說怎麼去讓更多人也可以一起捲進來去看見 就是不一樣的聲音 不一樣的候選人 對啊 這的確是我們要特別要去留意 特別是當選舉完投票完的那一剎那 我一直覺得 那既然我們要玩這一套的投票的遊戲 那既然還有選舉權 我們都應該要去實踐某種的監督 或者是甚至是一種罷免的權利 我們選完之後我們要回過頭來看台灣幾個重要的縣市 台灣其實某種程度上面我自己都覺得 不管是藍的或是綠的執政 他們都是所謂的開發主業 開發主業它就會面臨到很多有關徵收土地 古蹟保存文化化的這種價值方面的問題 我們先把這個焦點放在台北市 新擔任當選的這個市長 這個所謂柯文哲 柯文哲其實我們看到在選前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公民團體 或者是社運團體 其實去找柯文哲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其實柯文哲他都一直迴避 一個就是所謂的熱身保留運動 就是熱身他到底能不能夠保留下來 或者是熱身他應該要怎麼面臨 所以現在所謂的走山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關於文蒙樓的 這樣一個是不是要保留 這個有關於他的這個產權爭議的部分 那其實柯文哲那時候告訴大家說 等到他選完之後再說 或等他了解之後再說 可是事實上可以反映出來 他其實對這個議題並不是太清楚的 他就會怎麼去看這樣的一個現象 或者是說你覺得這個柯文哲 他面對這個議題的時候 他之後可以做什麼 或是他應該要做什麼呢 對我覺得這個也是就是蠻 比較讓人遺憾的一個地方 就是柯文哲號稱就是所謂的在野大聯盟 所以看起來是他滿有企圖性 想要去跳脫就是過去比較不一樣的這種選舉方式 那他也感覺是比較開放願意去理解 這個去聽不同的公民團體的意見或聲音 那不過就是說在一些比較弱勢一點的議題上面 其實就是的確他的這個競選團隊 或者說他本人其實是不那麼清楚的 那我會覺得說既然 當然他承認他不懂我覺得總比他裝懂好 對那不過他既然現在他已經變成是台北市長 就是他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候選人 他也不再只是一個醫生而已 那就說我覺得他可能就必須要開始去面對這些問題 那最基本的像台北市捷運局跟熱身院之間的問題 到底這個機場的施工有沒有造成低層下滑的問題啊 繼續施工效率到底是不是會有危險 然後捷運局不斷的在修圖啊 然後增加預算等等這些東西 作為一個市長其實應該要去把台北市的捷運局找過來 那也應該要去跟現在還住在舊院區裡面的院名 然後還有不斷的提出質疑的一些專家 都應該要有一些對話 然後去聽一下不同的聲音嘛 對啊 那不要覺得說 就是我覺得過去以來 為什麼這樣的一個執政黨會讓人很討厭 就是好像我覺得是很像核四的政策也是一樣嘛 就是說他們都覺得說台電說了就算 或說核電專家說了就算 好像住在這個島上面的人民說了什麼都不算 那這個其實並不是一個好的民主政治 或不是一個好的執政的方法 其實你應該任何的一個政策它都跟人息息相關 所以他絕對不會只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而已 所以他必須要很重視的是跟人溝通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我們在後面可能談到其他的 像破歉的案件的時候 其實也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在 到底政府怎麼跟你的人民做溝通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如果說柯市長他接下來希望有不一樣的心證 那我覺得他應該要把他的心氣象展現在這些 其實特別是更容易受到忽略的這些非常弱勢的 然後不受到整個媒體重視的意見上面 對 其實我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在選前或許他真的不太懂 但是在選後之後這是必須要馬上用功 但是其實我們最近這一陣子 柯文哲他對外的談話 其實我還是會感覺到 他事實上就非常典型的一種所謂的開發主義者 例如說他談到跟新北市的捷運之間的問題 就是說或是淡北快速快路 他講的說有錢就趕快做 可是感覺是只要問題只有在錢這件事上面 事實上包括當地的環境或是剛剛提到的破歉的問題 恐怕至少在媒體上面所呈現的是 沒有看到我們柯市長對這個部分有比較多的關切 我們先休息一下 在台灣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不管是新的市長或是所謂舊的市長 他們都會面臨到一個一直存在的 一些所謂的土地開發的問題或是破千的問題 甚至一些文化保護的問題 當然他跪咎於最後都是一個人權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請教以林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燃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小燦燃時光會客室 是由燦燃時光跟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以及公視新聞運輯中心 PNN联合自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五晚上的10点 在中正大学竞争竞争广播电台 会有F1中播出 在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PNN的网站上面 我们会进行直播 选举结束了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选举之后 有更多的议题值得我们去关心 虽然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太阳花 是在崛起的时候 或者是这是一个公民觉醒的投票 但是其实即使是如此 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公共的议题 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它几乎是被忽略跟淹没 但是选完之后 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 看待这个新的市长 或是连任的这个市长 他如何去看待这些议题 或者看待这些现象 今天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连线的是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邱宜玲 宜玲你好 关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谈到的柯文哲 他对六四的一些看法 其实在台北市还面临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其实包括高雄台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他就说是高房价 这高房价当然跟整个政策的规划 或者是所谓的合一住宅 社会住宅是有很大的关系 柯文哲要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新的问题 这种所谓的 不管是都市更新也好 或是高房价也好 他怎么去面对这些议题 其实他之前在选前他就已经提出来说 他要用所谓的这个租金补贴 然后新建公共住宅这些政策来去解决 就是这个居住权的问题 那这个其实听起来很不错 那也蛮合理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恐怕也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因为到底 比如说台北市政府可以盖多少的公共住宅 然后到底可以提供给多少人 那多少家庭可以使用 然后可以长期住用吗 住一辈子吗 还是说只能短期住用等等这些问题 其实恐怕就是说可能会不会盖 永远都盖不完公共住宅呢 那另外我自己会觉得说真的高房价 本身的问题其实恐怕回到那个问题的根源是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地方政府 本身就是在哄台房价的这个炒作的一部分 对 甚至我们的这个中央政府 他自己本身也是把这个高房价 当做是我们我国的GDP的 这个国民年收入的一部分来去做炫耀 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房价不能降低 不然我们的这个国民的这个 就是整个那个盈利那个毛额可能会降低 对 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很虚幻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 那可是他相对而言 他对于人民的整个居住权 其实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有很大的侵害 那所以如果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他国家可能都会有一些 一支房价的一些政策和动作 那如果我们的政府也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他其实就应该要做一些具体的措施 不管是透过一些税或者是一些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说就是要定说 到底我们房价超过多少 那他就是不合理的 他就不应该再继续这样子被轰台下去 他就是应该要立一个天花板等等 那不然我们的政府一直在说 他要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可是他们自己一直在盖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政府 盖的社会住宅和一住宅 反而又变成是造成 就是那个地区的房价轰台的一个主要来源 我们就觉得那就很令人纳闷了 就是到底你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制造问题的 对啊 其实政府有时候处在一种非常有趣的矛盾 一方面他们非常期待的股市回温 房价回升 但是其实他明明知道房价回升 就会面临到一种所谓的高房价的窘境 那会有更多人他没有办法买房 没有房子可以住 我想这是一个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面 如何在一个公平的情况 或者说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 来去谈那个发展 至少对我来讲这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柯P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神 那但是是不是新的神 我们当然有待检验 可是有另外一位台南市长赖清泽 当赖清泽已经待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那当然赖清泽非常受到台南市民的这种拥戴 或者支持 所以他这次也得到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得票率 是非常大的一种压倒性的胜利 可是他一直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台南铁路地下化的问题 这恐怕是在他在担任这个之前担任市长 或者接下来他面临新的任期的时候 他必然要去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 这种所谓社会冲突跟社会争议 对可是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台南跟高雄 这一次的那个选举的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 就是突飞猛进吧 对啊就是感觉就是比较像是 对啊就是一些基本盘 或者说一些反对 就是说讨厌国民党的人 就是投给民进党这样子 那的确那个台南的这个反铁路东移的这个议题 其实已经吵很久了 那过去一直以来 其实我们的这个自救会 也一直听到说要求这个市政府应该要召开 所谓的听证会来去厘清一些正义 因为其实一开始好像听说 其实市政府他提出来的一些方案 其实是有一些其他做法的 不见得一定要要使得目前这这么多人要被迫离开等等 那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有很多不同的方案的选择 那为什么最后是选择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政府要征收人民徒弟 把这应该要讲清楚的地方 那不过好像也听说选完的第一天 台南市政府就办了一个 并不是很符合程序正义的公厅会 对所以就是感觉就是我们的政府好像还是 我们虽然有一个所谓的行政程序法 那它里面其实已经规定了说 到底听证会应该是要怎么办 才是一个符合程序的一个 有法律效力的这样的一个听证会 可是看起来好像目前其实真的 可以好好或愿意好好办 听证会的地方政府其实很少并不多 连中央政府也很少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就是连程序上都做不到所谓的公平的话 就是你也很难透过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管道 去理解到人民为什么这么愤怒 或是他们为什么一直坚持不愿意搬走的理由 到底在哪里 对啊那我觉得其实可能也不是只是台南市政府 就是说很多的地方政府或者说一些建商 就是当在面对这些所谓的丁子户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好像因为我们现在的法令赋予了他们 就是说反正他只要拿到一定的同意的同意户的这个就是比例 他就可以去建他就可以去拆 那所以好像他们都会觉得说依法有据 所以他们拆人家房子其实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这样的心态其实是需要去修正的 就是如果今天一个好的不管是都市更新 或者是任何一个公共建设 只要你会面临到一些拆迁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怎么样去跟这些被货 或者说不想要搬走的人做好沟通 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而不是好像认为说只要法律授予我权利的 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的 我们认为说所谓民主或人权的国家应有的做法 对其实刚刚已经特别谈到一个 第一个其实也一段时间的一个台南 另外一个开发这个所谓拆迁 就是所谓非燕心村 这非燕心村其实在这个选完之后 开了一个认真会 其实让很多人是不满意的 那所以台南市长赖清德 他必须要再如何去面对这样大的一个争议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在这次选举当中 可能跌破了很多人眼镜 或者说让很多人感觉到意外的是 这个桃园县的选情 那新任的桃园县长郑文燦呢 其实他也当选了 那他其实在选举之前 他其实面对这个所谓的航空城的大的争议 他其实并不反对这个航空城的开发 那他只是说只是在这个程序上面 他更要去请民意来去知道民众的想法 甚至应该要去减少那个不必要的征守 可是这个土地的利益是非常非常庞大 而且这其实已经垫在悬上 似乎是不得不走的一个开发案 郑文燦要该怎么面对 那你投的很多的土地炒作的问题 炒地别问题 他有办法去解决吗 那透过这种所谓的工厅跟听证的程序 或是相关补偿的程序 这样的做法就OK了吗 就是对的吗 我觉得不管他有办法解决 他现在是市长了 他就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他就必须要去解决 那其实我们过去不停地再去强调 就是说航空城的这个计划 到底它的供应性跟必要性到底在哪里 因为比如说我们桃圆机场 目前的两条跑道 其实只使用一条的情况底下 那为什么交通部不去改善现有的效能 而是想要去盖第三条跑道 然后我们到底要那么多跑道干什么 然后所谓的盖第三条跑道说是为了要让路客可以来台湾中转 那台湾的经济是真的一定要依靠路客中转来维持吗 对没有其他方式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都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回答的 那就算要盖第三条跑道 其实之前就是这个桃圆县政府办的那个地形艺术节 我想还是这一次为什么不这样这么让人愤怒的地方 就是说他办那个地形艺术节的地方 其实就是当初这个国防部提供出来的地 说要让这个交通部来盖第三跑道的 就交通部拿了地之后又反悔 又说那边要盖商业区 那第三跑道又移到北边去 对可是盖在北边那边到底安不安全 其实可能是有疑问的 那后来居民其实自己还办了 自己版本的地形艺术节 然后甚至跑去第三跑道说要找鸟 因为那个第三跑道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接近徐出港湿地 还有峻头谷湿地 所以有非常多的后鸟会经过那个地方 也会在那边栖息 那我们第三跑道的位置 是位在一个有这么多后鸟会飞来的地方 然后又而且他就紧邻在一个油库的旁边 那这个东西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环境的问题 或者是生态问题 甚至可能是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桃园市长 接下来应该要去思考 那我们其实公民 我们民间团也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一些事情 包括也已经递出了公民告知书 要求环保署应该要 要求这个就是地上跑道部分 要做环境影响评估等等 那其实这文灿讲的说办听证会这件事情 其实他在选前就已经有这样子讲 那我们其实会觉得说 这个部分至少是他比吴志良好的地方 因为吴志良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他要办 所谓的全须听证会 那可是我们会觉得说 就像刚刚台南的例子也一样 其实办一个所谓的听证会 其实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都看到说很多的说明会 其实就是官方一直来做所谓的单项的说明 他并不打算要跟这些有争议的民众 有一些双方的对话跟沟通 或是做一些厘清 所以听证会才有办法真的去厘清说 到底这个计划他到底有没有必要 然后他里面的一些最有问题的争议点到底是在哪里 那包括其实像选前的那个被爆出来的航空城公司等等 或者说之前也早就已经爆料了这个叶士文的弊案等等 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凸显了说 这些其实也不用再讲航空城了 这几年以来 所有的台湾的很大的弊案 其实都跟这些开发案住宅案 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所以到底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大的土地 如果真的只是要盖第三跑道 根本不需要用到三千多公顷 他其实只要几百公顷就够了 所以这些东西可能都是郑文燦在选后 必须要赶快去面对 然后不管是办听证会 或者是进出的去理解 到底航空城公司本身的一些问题 然后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利益的纠葛 甚至有没有弊案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新的市长 恐怕应该要赶快 对就是说当然他要处理的问题很多 可是我相信航空城绝对是一个最大最大的 目前在桃园市里面最大的一个争议的案件 而且他影响非常多人 所以对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要回到这个蓝军执政的地方 就是花莲跟台东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台东的美丽湾 其实已经在法院不断的判决 台东县政府是一个败诉的 可是我们的县政府其实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非常非常的不甘愿的要持续的上诉 而且他又是连任 而且看起来这个政策 或是他这个思考 至少在开发东海岸的这个思考 他会一直延续的 那在面对到这个蓝军执政 或是面对到这一个所谓的旧的县市长 他要持续做这个美丽湾的这个事件 美丽湾的这种开发 或是相关的东方案开发 他面临到了很多原住民的土地的问题 传统理论的问题 甚至环境的问题 在这种状况之下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有新的力量去面对这一种旧的制度 或是旧的这些执政者吗 这个部分我觉得也真的是有点 对就是说虽然好像这一次 其实花莲也有看到有一些新的 一些无党籍的朋友出来参选嘛 但是最后还是落选了这样 那的确就是说这些传统的政治势力是很庞大 然后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一朝一夕就被打败的 那但是我觉得既然 我觉得其实已经看到一些 一些人就是已经持续的在花莲 在台东有持续的在做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也必须要肯定他们这几年以来的努力 那接下来虽然说花莲跟台东 看起来蓝莲是保住了啊 可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必须要 面临所谓的警惕吧 就是说看到其他县市都已经是这样了 那尤其是他们所在的这两个县市 其实特别就是原住民的族人所在的最较多的县市 那在这个部分他其实更必须要去尊重 跟保护的少数民族的权利 不然我们所谓的原住民基本法 其实就好像变成只是一个立在那边好看的法而已 就是其实事实上我们很多政府的开发行为 都没有去问住在上面的人的意见嘛 对啊那就是说好像我们的政府口口声声说 他要来保护尊重原住民的文化 可是事实上他又一直不断的把他的土地给剥夺了 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说原住民的土地跟文化 其实是很紧密相连的嘛 就是说如果今天把这个传统领域剥夺了 其实他们的文化要保存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即使当然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听不下去嘛 那就是可能期待说这个花莲跟台东的这些年轻的朋友 或者说有一些艺术家啊 或者说一些原住民朋友 可能真的要再更努力一点 更愿意站出来争取 那才有可能可以去打破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既有的势力 对啊 对我想就像我们刚刚在前面谈到了 这个选举现在结束 很多新的候选人给别人 给很多人是有很大的期望 可是在这期望的同时 他其实人民的监督力量 必须要不断的持续的去压力要展现 这才是成为真正的公民的崛起 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在台湾这些新的县市长所执政的县市 其实都面临到非常多旧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台湾人权促进会 以及非常多的社运团体也都持续的在关注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能够持续的关心台湾的一些公共事务 你可以到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网站跟脸书上面 就可以了解到台湾最政治最尊王的一些社会议题 公共议题是什么 而且最近台权会 他也在举办每一年的十大的 所谓人权议题的票选 在台权网站上面 你一样也可以看得到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只能够跟怡琳来谈到这里 非常谢谢怡琳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见 谢谢 下礼拜空中再见 拜拜 我的爱会给你个拥抱 抬起头 打出生命的温暖 天空的眼泪 时光的时间 还来不及还行